又探旋祭三 这华阴间的诸解 先手各式的诸解 庄阴有二意 一是巨的意 二是教师意 固执庄严中心者 表一一心中 是从心其修 全修在心也 大臣庄严 含义很深 从心得起 那心得里面的智慧 福德 就是慧能大师所说的 和其自信 本自具足 智慧福德 本自具足 这是自信的心得 所以 从心其修 全修在心 出世的做不到 就发生菩萨 他们修的 我们要明了 我们对这样的事情 知道 从经典里面得来的信息 这叫解悟 不是证悟 证悟就得受用了 解悟 有好处 正常我们的信心 正常我们的运行 我们有方向 有目标 不会改变 解悟有这个好处 所以说服 心结 后心 清凉大师 跟我们讲的顺序 第一个七心 第二个结 第三个心 第四个真 性结 心真 信心 也是跟着你的解 跟着你的心 而增上 好处 好处